圆摆韩国展推出烤肉专区 图圆摆提供 分享 在一周就是中秋节 家畜肉类工会联合会今天说 烤肉定颈的国产肉品价位平稳 里肌肉或五花肉市价每台金约120到130元 农委会也表示 白肉鸡棒棒腿 鸡翅五只大约100多元 9月24日中秋节 下个周末起应该就有民众开始烤肉过节 农委会畜牧处副处长王忠树说 预计到中秋节前七天的全国毛猪交易 均价每公斤不会超过新台币75元 猪价稳定 他说 现在消费者上班忙碌 已有不少人习惯到量饭 超市才买一间自好的猪肉片使用 则有可能买到进口猪肉 中华民国家猪肉类工会联合会秘书长袁仁奇说明 自己买国产猪肉腌酱料制做烤肉片 肉汁比较不会流失 口感较鲜 烤肉常用的里肌肉 五花肉汤商每台金卖120到130元 没有涨价 呼吁国人多多购买享用 国人烤肉也爱烤棒棒腿 鸡翅 农委会畜牧树家秦生产科科长李一千说 白肉鸡的产地价每台金26.8元 没有涨价 市场通路已有五只棒棒腿或鸡翅板来源的促销价 在蛋价的部分 李一千说 鸡蛋去年因为产量大 产地每台金曾低过成本价 每台金24到25元 跌到18 20元过 经过几波天气 人为因素后 价格才会稳 目前每台金33.5元是合理价位 38元以上才算贵